你有跟听众报告过了吗 我还没有很认真 我没吃完我自己的事情 我都很不好意思 而且都来不及 每次新闻都好多好多好多 就想说我应该跟大家讲一下 然后都会很仓促 有啦 所以一个是明天 你接下来这几天都好好跟听众朋友预告一下 让大家知道 你到时候会出现在书展的会场 而且你还没有很认真告诉我 所以我到底是什么时间要出现在书展会场 我还要查一下我哪知道 一个是礼拜三晚上 一个是 傍晚吧 不叫晚上 傍晚 傍晚 六七点的时候 哎呀你不要先来问我细节 拜托 你自己查清楚了 你自己跟听众讲 好好好 一个是礼拜天啦 至少是明天 我知道我要跟谁对台 这点我不会搞错 明天是谁 明天是奶晶 奶晶特别从香港回来 捧南轩的场 很够朋友 对对对 那张仪也是啊 张仪是礼拜天 我就跟她讲说 你可不可以来跟我对台 她说好 因为我出书 要她干嘛都可以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想想要她干嘛 要她干嘛都可以哦 你的表情是要她唱歌 还是要她跳舞 之类的 好啦其实这个是一个 其实云中更忙的是她的拍卖啦 你有个古书拍卖嘛 其实今年 今年书展很热闹 很热闹吗 整个书题 如果你对德国有兴趣 今天主题是德国 那另外 其实我们早上才经 十几年来都没有参加书展 今天是十几年第一次 对为什么啊 好累啊 因为书展是真的 你应该讲说为了我 没有开玩笑吧 并没有那么伟大 有啦 有一部分原因当然跟 要服务我们的作家 有关 不过主要是 今年我们几个朋友 就大家相互纠团 我们单独去参展 压力太大 也太忙 不如这样大家合起来 合租一个摊位 对对对 合租一个摊位 对对对 所以我们有四家出版社 都是很不错的出版社 我觉得这几个出版社的品质都很好 一个是你们嘛 一个是新经典嘛 去美谣嘛 还有家叫启明 还有家叫写乐 OK 写乐我知道 OK 所以所以 呃 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逛逛啦 对对去逛逛 我是强力 鼓励大家去找找书 对啊 平常我猜想过去这一年 大家去书店的频率 真的少很多了 对啊 那你一定也错过了很多 呃 你可能会需要用到的书 对 所以去书店逛逛 即便我自己那么常看书 我每一年书展 我都还是会去 因为我觉得 他规划的一些东西 就还是有意思啦 像去年是以色列嘛 欸 我觉得你也许这两天 可以帮大家整理一下 过去这一年 你出过的书 不 你讲过的书 嗯 然后 也许听众朋友有兴趣 就可以借这个机会去找一找 哦 这样子 OK 呃 对啊 那OK 赵少康先生在外面给我们拜年 太感人了 他应该是要进来发红包的 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录音 那赶快开门 赶快开门 哈哈哈哈 好了 我们待会追出去好了 对 因为即便人长到那么大了 这个 想到李红包跟压岁 还是真的 那个快乐是永远没有办法抹煞的 嗯 我们待会一定要追出去拿 哈哈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 对啦 书展我觉得 你这样讲也是一个 可以想一想 嗯 帮大家整理一下 OK 对 逛书展很好玩 那再来一个就是因为 去年我会觉得比较好玩 是 除了以色列的主题之外 因为云冲他们 去年做了第一次的拍卖嘛 那因为你们的拍卖 长就在 国际书展的楼上 所以我也顺道上去看 这很好玩 据说台湾有这种古书的拍卖 这算是第一次 也吸引了很多 呃 算是 不止台湾啦 华人啦 哦 等等 今年 我看到有一个更厉害的是 你们有一个是在西元 四百九十几年的古书啊 1499年左右 1499 我自己少了一千年 OK 那也很早以前了 OK 呃 这两年 今年是第二届了 从去年开始 我们找了 呃 很有名的古书专家 叫傅月安 嗯 嗯 他本名叫林角红 嗯 啊 请他来主持一讲 等一下 你说傅月安本名叫什么 林角红 林角红 开始办了第一届的 嗯 呃 拍卖 那今年我们这是第二届 嗯 那今年收藏 呃 拍卖的东西又更多了 嗯 嗯 很有趣 今年几个 几个重头戏啊 首先第一个呢 他们哪里找来的 反正这些都是佛绝人 不知道哪里找来的 第一个大概是你讲的 呃 我们知道印刷树是古藤堡发明的 嗯 就大概是14多年 嗯 那古藤堡发明印刷树之后 就开始培养一些师傅啦 嗯 开始印刷啦 装针的这一些啊 所以在发明之后的这50年 等于是师傅们培养茁壮的年代 嗯 所以这个年时期出的书 印出来的书 我们都叫做摇篮本 嗯 就孕育这些书籍 印刷书籍的摇篮 对对对 叫摇篮本 那他这一次呢 居然找到一本呢 诶 1499年 对啊 我也觉得蛮特别的 出版意大利的书 嗯 那也就是520年前 对啊 520年里面的书 你看到现在都还 我比较好奇的 这个藏家是谁 嗯 他为什么要拿出来 这个其实在欧洲 呃 是一直有藏书家 在收藏这种等级的东西的 那呃 过去呃 迦士德 嗯 呃 Christy 嗯 据说都拍卖过 嗯 那他现在取得了这一本呢 在上次也是出现在迦士德 的拍卖场上 被尼亚拍下来 那买主是一位台湾的买家 哦 这样子 嗯 台湾买家 对 那他收藏之后 呃 这一次特别 我觉得就是 觉得要捧鱼头的场 哦 就拿出来拿看一看 嗯 看一看 见识一下 什么叫摇篮本 真的真的 这是我 你看我们周出版这么久 第一次看到 对对对 我有看到鱼头 我有看到照片 鱼头上面拿的这本古书 但是这个封面 是皮质的封面 小牛 小羊皮 OK 你就想象那种 古书的那种感觉 那个光泽 那个皮都已经变得 有点接近黑色 亮亮 我很好奇是 诶里面的纸 嗯 不会粉 就是不会碎墨化吗 不会碎掉吗 是不但不会 而且它的墨汁 它不像现代的墨汁 都化学墨 然后都有个新 嗆鼻的味道 放久了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 但是那个纸啊 我觉得应该叫鱼头 拿来给你看 它可以这样拿出来 给我看吗 我可以摸它吗 应该要戴手套 不过基本上 它也许可以 真的 你可以 或者你找来 感觉就是 然后加了墨汁 好了 不过大家也可以去看 因为如果说在拍卖 会上的时候 大家就看得到 拍卖好像是在 2月17号 然后它在2月10 礼拜天 礼拜天 2月15跟16号 他们有在华山 预展 也说这一次参展的拍卖品 大家可以上网去 搜寻一下 春风四游 应该就可以查到 预展的时间跟地点 你可以去看一看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就光是去鉴赏 去欣赏这些 所谓的古书真品 都很难得 当然如果你有财力 你可以去买啦 据我所知 我不知道我自己 有没有弄错 我知道我从我做书版以来 做媒体以来 从来没有看过 这样的版本出现在台湾 在欧洲大陆有 但是台湾从来没有 但它这一次的拍卖 除了这一本之外 还有金庸 金庸不是36本吗 它是天字第一号 远流出版的 那个版本 这次它也拿出来拍卖 然后它好像还有 还有当年在报纸上 在香港报纸连载 的那个报纸 就有收藏家拿出来拍卖 其实很特别 你会发现不同 金庸当时在报纸连载 你知道都有截稿压力 对对对 那个版本就会跟最后 我们看到的版本不太相同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你这样讲说 报纸还留着 那所以显然为我这个 还留报纸的怪僻 给了一个理由 不过我已经清掉很多了 我们以前 我基本上认为 都清光光了 我们这种一般的叫做 石荒 石荒老人 不叫收藏 对啦 当初金庸 然后这次其实还有一个 很特别很特别的东西 三毛 远流出版社的董事长 王文文 他特别拿出了 当年三毛 写给他的一封信 那都是三毛亲自的笔迹 就大家有兴趣 可以到 预展会场上去看一看 OKOK 不论讲三毛的笔迹 先前那个 齐悦跟潘悦云那一场 演唱会在去年吗 他们 不知道是谁 是盔悦云吗 对对对 他好像也有一份 三毛的笔迹 写给他的一些 那个感觉很棒 OK好 我们本来想稍微闲话一下 就没想到就这样聊了一段了 真是不好意思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回到来讯时间 继续和沈云聪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我们刚刚聊了 但是我觉得舒展这件事情 你确定我们不要先出去拿红包吗 我刚才广告上还跟云聪讲一下 我们又要出去拿红包 好了我们先把它录完好了 我们还是应该要很认真的来讨论我们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 这个是一只手 这只手呢 像是从一滩 这个原油 但你要到的 这个 因为像垂死的挣扎吗 嗯 所以呢 他这边讲到是原油的awakening 他的觉醒 OK好 所以原油的觉醒是什么意思呢 讲到的是 气候暖化 气候暖化 OK 为什么从气候暖化谈到原油呢 主要是我们现在讲到气候暖化 其实大部分关切的焦点都还是跟我们日常的生活跟消费 跟政府的政策有关 对吧 怎么样节能减碳呢 怎么样少开车啦 怎么样用更干净的能源来发电啦 等等 但我们其实很少去关注到另外一个 其实对全球暖化有起着重要作用的产业 就是能源产业 石油产业 那他这一期经济学人有一篇蛮长的专题 就特别把焦点锁定了几家大型的石油公司 尤其是艾克森美孚 为什么呢 因为艾克森美孚 他自己所做出的预估 他说他到2025年 所抽取的石油数量将会比2017年还要增加25% 那其他的业者如果跟他一样的话 经济学人说 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危机 面临的气候暖化的危机 还会来得更大 还会来得更加严重 对啊 因为我觉得用石油 那你说燃油的方式 必然的就会造成一些污染嘛 空气污染 没错 那所以那怎么办呢 主要是不只是现在 主要经济学人要提醒我们的是 我们现在气候暖化已经迫在眉睫了 你看我们现在光是拿美国 过去这一年来所发生的极端气候的灾难 过年前那个时候 美加大地面临的是极地涡旋气候 零下二三十度 你看芝加哥有多冷 对啊 然后连地底下的水管都会冰冻 然后爆裂开来 然后这样的一个状况 然后回到我们的过年 我就说现在过年未明太暖了吧 太热了吧 就是穿短袖过年 你很难想象 我就说我南部的朋友 就还是会联络嘛 台南老家高雄啊 这些开冷气 过年 过年要开冷气 对啊 因为以前很难想象 跟你马来西亚的过年 应该越来越像 我反而没有再开冷气 真的吗 因为以前台湾是雅乐带 我觉得有些部分的气候 已经越来越接近就有带了 那种感觉 反正我回去那几天 还有点小凉爽 我居然平常白天都没有再开冷气 好 美国西亚的芝加哥 以前我住的秘书里州 你很难想象 居然有一天会比 阿拉斯加的冬天还要冷 那不只是极冻 其实还有极热 还记得吗 几个月前的加州 森林大火 他们就形容说森林大火 就是因为极热 然后干不下雨 重点是干不下雨 所以它的森林形同火药库 没错 因为所有的干材都在等待烈火 那更不用讲澳洲 澳洲现在正在夏天 他们的极地 他们的极端气候是拼命的下雨 洪灾 所以现在民调显示 在美国有73%的美国人认为 他也相信气候变迁是真的了 尽管川普不相信 但是绝大部分的美国人 现在已经接受 对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恐怕得证实他才行了 但即便是如此 我们其实看到 我们平常的消费 如果按照经济学人这一期指出的 我们对石油的需求量不变的话 这个问题好以下更加严重 因为刚才只是讲艾克森美孚 但其实全球五大使用公司 包括其他的雪佛兰 包括Royal Dutch Shell 包括BP 包括Toto 这些其实都预估 未来的需求 还会在进一步的成长 那成长之后会怎样呢 经济学人就说提醒我们 他说首先第一个 根据IPCC 根据IPCC 如果要避免地球温度升高1.5度C 的话 其实全球油气的产量 必须在2030年再减少20%才行 20% 对 到2050年要减少55% 也就是说大概40年后 40年后 30年后 要比现在再少一半的能源才行 尤其在产量 但问题是你减少你要拿什么东西去地补呢 一点都没错 这是最大的问题啊 你说我们好了 我们所谓的非核家园 现在民进党政府的期待是到2025年 50%是天然气 这边讲到就是 我们看到经济学人是期待他要降20%的 我们反正要增加 我们要增加到我们所有能源的占比是50% 你说 我们台湾 绿能吗 你说 天然气 天然气 我们绿能希望达到20%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核能18%原本 或者是13% 那现在通通都不要的话呢 通通都尾油天然气 本来是说火力发电啊 煤啦 但是煤的空污实在太严重了 所以我们就说天然气 它的CO2的排放量是煤的一半 所以我们就希望增加天然气 但是天然气还是会造成空污 还是会造成气候染化 而且我们现在面临的困扰是 几个听起来大家很重视的 节能减碳的策略跟产业 看起来很热 但实际上规模相较于传统的发电啊 跟能源的方式 还是小无限大物啊 你看你说再生能源 没有错 现在其实投资金额也蛮大的 每年大概有3000亿美金以上 但是相较于传统的能源 仍然是小无限大物的 在交通上我们都知道 车子排放很多的废气 电动车看起来是未来 可是呢电动车虽然在成长 可是按照产业的估计 即便到2030年 差不多10年之后 在高速公路上 仍然有85%是 我们一般的正常的车子 而不是所谓的电动车 这样子吗 它的估计是这样 而且电动车 那它的电哪里来 又回过头来 电一样是燃煤或是燃气来 一点都没错 一点都没错 所以投资界金融界 当然这几年也发现 这种绿能是个好投资 环境友善是个好投资 但所谓我们都称之为 叫道德投资 没有错 而且更何况 的确很多新兴的产业 看起来成长还不错 所以是直接投资 一定要投资 只是说它的成长缓慢 它的成本高 而且它的不稳定性比较大 可是要知道 相较之下 传统的油气 还是很好的投资 还是很赚钱的投资 你知道欧洲20大 发行股力 发放股力 最大的企业当中 其实五大石油公司 里头上了四家 所以这是目前 所在未来这几年 面临的挑战 今天就是说 未来15年 是非常关键的15年 那它的主张是 它认为减碳是可行的 但政府要让老百姓 知道这点 而且不会带来 多大的不方便 那所有的企业 其实都必须迎变才行 所以他还是认为 要往那方向走 那至于替代的部分 它有更好的主张吗 有 它其实就是认为 政府必须要介入 但其实也不是什么 大规模的介入行动 重点其实就在于 这些石油公司 它是必须被引导到 一个更 环境友善的经营策略 跟科技的 否则现在其实 这些石油公司 也都承诺说 它都支持 所有的巴黎协定 OK 但是观其行 其实又完全 往相反的方向走 所以他其实提醒 各国的政府 其实要特别 除了我们过去关心的 再生能源 电动车 道德投资的领域之外 其实石油产业 是一个不容被忽视的部门 所以他自己本身 必须要能够做到 更想办法 能够降低 对于环境的破坏 就是了 OK 我们休息了再回来 好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和沈云聪 来聊这一期的 经济学人杂志 好聊完呢 封面故事 讲到这个能源产业 跟气候变迁 讲到说 好如果呢 这个世界还是一样 对于油气 这个需求这么高的话 这个产业自己本身 可能必须要做到 简单简单 那再来的话 要聊聊制造业 制造业在今年 我们看全球的经济景气 复苏与否 我想这会是一个蛮关键的产业 对不对 尤其就用美国来说 因为川普内智在智 要把美国的制造业振兴起来 重创美国的荣光 而且呼吁制造业要返乡 那他现在返乡过程当中 咱们的郭台铭也是一个 这个中间非常关键的人物 他本来一度说 这个计划顺变 现在又因为川普跟他通了个电话 然后呢 要继续投资继续投资 因为他在川普的 制造业的复兴计划当中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没错 这一期的business的头条 其实谈的是 我觉得我们台湾 应该要关心的题目 谈的是美国的制造业 复兴中 文章一开始呢 镜头是带到威斯康庆州 那就是郭台铭 也叫Malte Pleasant的这个城市 然后过去十七成城 然后只能看到南瓜田 但是现在哇 开始有工厂了 OK 这工厂就是郭台铭的工厂 OK 郭台铭当时在2017年承诺的是 会在那里盖一个工厂 准备要生产高阶的电视机 OK 威斯康庆州会补贴四十亿美金 而郭台铭呢 富士康会创造一万三千个就业机会 OK 平均年薪可以达到五万四千美金 OK 大概一百六七十万 OK 每个人 平均 平均 OK 这当然高阶的会很高 但其实一般的劳工不算高的 这也正是 现在的这个工厂 会出现问题的原因 因为郭台铭 富士康发现 请问接下来工人从哪来 对啊 OK 要知道 盖这个虽然号称是高阶的电视工厂 那基本上工厂就是工厂 就是装配线上的工人 那郭台铭富士康遇到的问题是 要去哪里找这么多的愿意长时间 呆在装配线上辛苦的工作 而相对薪水又没有那么高的人 OK 是啊 其实当初之所以美国的制造界会 外移跟当初台湾的状态是一样的 就是 就是当地的人不再愿意 用那样的薪水去做那样的 那么劳力性的工作嘛 那所以只好逼得他们的制造业外移 所以现在呢 川普要求这些制造业落地生根 那问题是人才从哪里来 我记得后来郭台铭说 他去找退伍军人 是 找不到人 其实目前为止 富士康的承诺都还是比较广泛的 就比较模糊的 就还是承诺都说 嗯 好我们还是会留下来 但是我们策略会改变 经营方向会改变 那我们还是会生产高价值的产品 但细节并没有再讲了 OK 那其实遇到同样问题的不只是富士康 包括瑞典很有名的家电品牌 Electrolux 他在1月31号也宣布要关闭 他在田纳西州曼菲斯市的烤箱工厂 你是因为找不到人吗 另外还有别的原因 包括高关税 它的主要的材料 钢啦 铝啦 这时候怪川普 那就有点自食恶果了 对不对 其实不止了 另外像Caterpillar 也是中美贸易战的受害者 开拓中工 开拓中工 中国市场也不好 所以他Q4 第四季的获利也是衰退的 不过尽管有这些坏消息 经济权这篇文章其实说 你如果仔细看 美国的制造业的确正在复兴中 OK 虽然不是这些大工厂 相反的 而是一些小型的工厂 尤其是尖端科技的小型工厂 中小型工厂 所以一直就不是传统的制造业 是比较新形态的制造业 他挤出了几个证据 首先第一个证据是 劳工统计局的数字 2017年 美国的制造业增加了20万7千个9000机会 2018年进一步的增加了 26万1000个9000机会 所以total光是这两年 就增加了11千 总数就来到了1280万人 这是第一个 他认为制造业正在复苏的证据 再来第二个 他引用的是PMI指数 也就是采购经纪人指数 12月份是54.3 1月份是56.6 我们知道这个数字超过50 就代表正在扩张中 那这个数字已经连续在美国 29个月在50以上了 所以这个其实还蛮明确的证据的 那为什么会如此呢 几个原因 首先第一个 川普当然有功劳 他的减税 没有说我们之前讨论过 很多公司减了税之后的好处都怎么样 拿去买库长股 土利股东而已 但尽管如此 还是有很多的企业 拿来扩厂 根据高盛的估计 2018年标准普500指数当中的 大型制造业的资本支出 高达4600亿美金 这比2017年的4000亿 还要增加了600亿 所以当然还有很多的数字 包括不只是美国自己的企业 还有外资 美国的FDI直接投资美国的资金 在2017年将近1000亿美金 到了2018年的前9个月 就已经来到了1850亿美金 不过这当然跟川普有一部分的关系 可是经济学员说 不完全是他的功劳 因为这个趋势早在他当选总统之前 就已经发生了 为什么当然也跟中美之间的生产成本 逐渐的拉近有关 回到十几二十年前 中国跟美国之间的生产成本 可能高达8倍以上 但是今年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换言之 很多美国大型的工厂产业 早就已经回流到美国了 因为等于是他发现在中国 在美国其实劳动的成本 差不多的时候 干嘛跑那么远 有些他的市场如果是在美国 他可能就回来 比较方便 或是他的人才本身 如果在美国 他也就回来比较方便 对没错 不过也不是全面回流动 他说其实还是有差别的 回流比较多的 还是比较传统型的工业 汽车产业 金属工业 相对比较少的 其实还是电子 家电部门 为什么呢 因为就这个产业领域里头 中国已经是一个 高度分工 非常有效率的产业链 进驻在那里了 所以其实要回流到美国 相对的比较不是那么容易 其实这也正是富士康 在威士康经中所遇到的困难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金属学院具体挤出 首先第一个 当然是回到劳工 回到人才的训练上 例如是不是应该学德国 引进更多的学徒制 应该 它的最后基本结论是 看起来 如果一个国家 人才准备好 企业是会回来的 好 所以人才 还是最根本知道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经常谈论 人才的话题的原因 我们就继续回到现场 好 回到来源时间 继续和沈云聪 来聊这一期的 经济学人杂志 最为一个话题 跟最近过年的时间 我们台湾的话题 有点点关系 跟航空公司有关 我们的新闻是 华航的机师在罢工 那这个话题呢 讲到的是联航 联架航空 不是联合航空的联合 OK好 对联架航空 好联架航空 现在其实提供大家 很好的一些 比较低成本的 但是很多演员的选择 但是联架航空 也还是有它的困境 OK 其实讲航空公司 我们其实很多人都觉得 哎呀 空姐薪水很高 机师 机师 公共性率很高 但其实 你如果仔细看 你在讲讲 他们都说你在无名话 没没 我正好想反而提醒大家 其实航空业 是因为很辛苦的生意 对 它其实是一个毛利率很低的 一旦 例如国际优雅飙涨 很多航空公司 是容易赔钱的 那 但是 但是 其实 这门生意 因为它规模很大 对 所以即便是 门槛很高 所以进入者 不是那么容易 再加上说 因为金额很大嘛 所以 即便是很低的毛利 换算成金额 真的能赚钱 其实还是比大钱 所以 还是有很多的 有钱人 正向投入 这期 经济学人一篇文章 很有趣 要谈的是 廉价航空的商业模式 过去我们其实谈过 廉价航空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主要是以短程为主的 美国不同的城市之间 大概三个小时以内 亚洲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的城市 之间的航运 或者欧洲 三四个小时 你会觉得 虽然很阳春 但是 反正距离短 还可忍受 去 牙关 咬一咬 也就忍过去了 对对对 没东西 吃服务 很普通 然后位置很小 旁边可能 有个重量级人坐在那 或者有个小孩子 之类的 算了算了 牙关一咬 耳机一戴就没事了 所以短程航空 相对之下 载客率比较高 也比较容易赚到钱 但是如果是长程 你可以想想 你可以忍受十个小时 十几个小时 也没有电视可看 没有game可以玩 然后也没有餐点 没有饮料 然后要挤在很窄的位置上 对 所以很多人 即便就算是 比一般的航空是便宜一些 他也算了 我宁可花多一点钱 让自己舒服一点 是啊 这个很合理嘛 所以造成结果是 长程的廉价航空的 生意模式相对困难 所以很多的长程 的廉价航空的票价 都是赔钱卖的 都是赔钱卖的 那他为什么这样 还经营长程啊 好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他的商业模式 是尽管赔钱卖票 他的既往是第一个 他可以更有效率的去填满 他的车位 他的机位 OK 他的载客率越高 赔钱的几率也越低 再来第二个 也因为是长程 你会额外花钱的可能性也越高 行李啦 餐点啦 你知道那个加加上去 其实跟一般的航空是差不多了 所以现在的长程的廉航 意思就是说 阳村之外 你可以说我要外加 有餐点服务 其实短程度也有 你如果搭过 真的啊 你这种有钱人都不搭连航 怎么会知道呢 我算懒好不好 我怎么有钱 我觉得懒有时候是要付出代价的啦 我承认 是是是 所以 基本上的商业模式是如此 但就希望可以 跟这个商业模式看起来 也不是挺成功的 为什么 因为金玄这期讲的是像挪威航空 因为挪威航空在2013年投入 他本来是本来是做短程的 投入长程的廉价航空 但结果灰头土脸 2013年还没有投入的时候呢 他光靠着一般的航空跟短程 可以赚1.6亿的美金 大概9亿多的克朗 但是到了2017年 2018年 倒赔了 倒赔了三十几亿 不过就像你讲的啊 我觉得现在的消费者都很金嘛 还以为是算啊 你说阳村 然后哈布朗当 东加一个西加一个 然后让你觉得说 勉强可以撑过长城 那如果跟一般的航空 一样的价钱的时候 那消费者干嘛去 这样子去买单呢 不会啊 就是其实还是会有 真的想要省钱的 例如像我民间那种穷留学生 如果有廉价航空 去咬着牙十个小时 对对对对 把自己打昏 或者我就是想要自处旅行 背包客非常有限的预算 你提供了另一种更便宜的选择 选择 其实也是不错的 所以其实 这也不是一门说挺坏的生意 就是你往下看 登着有这样的 尤其这样年轻人重视体验嘛 所以有这样的需求 所以其实不只是廉价航空出现了很多 包括一般的正常的航空 也发现他也在转投资 这种廉价航空 台湾的亚洲 美欧洲 也是欧洲三大航空都有 但这种廉价航空 现在如果他的经营模式 经营权的这一篇文章 其实提醒 如果他的经营模式 没有要成功的话 就算他城市不足 比较麻烦的是 对消费者来说 他败事犹豫 好 为什么呢 因为 大家先想 如果当挪威航空了 像这些航空 他的廉价航空不成功 然后或者像Primera 丹麦的 或者是冰岛的Wall 这次来讲都已经很糟了 如果都不好都不行 就只剩下这些 三大航空 转投资经营的廉价航空的话 大家可以想象 他们未来会不会提高票价 因为竞争者变少了 所以意思是说 你可能会搭到比较贵的 但是服务一样差的 不是比较差 就是服务一样比较少的航空 价钱不廉价 但是服务很廉价的航空 所以这是一个 为什么我觉得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的趋势 就是说看起来 长途的廉价航空 势必要找到一个 更能持续的生意模式 商业模式才行 OK 好 所以是这一期的 经济学人杂志 OK 谢谢沈云聪 谢谢 拜拜 拜拜